威震天为什么不继续用金破天形态 众所周知在变异过后 威震天由于被小弟换上了盗版零件 不仅自身实力大幅度缩水 就连粉丝们都亲切地调谈他为买个床 而在与擎天柱的单挑中 他更是被其轻松斩首 好在KSR公司利用万能金属 为他打造了一副全新的身躯 并命名为金破天 此形态下的威总可谓无所畏惧 就连擎天柱的大刀都无法伤其分毫 不仅如此 全新的粒子形态 更是能规避掉任何物理伤害 而这番操作也成功让五五开目瞪口呆 可以说金破天的实力 完全不弱于领袖擎天柱 那这么无敌的形态 为何威总甘愿放弃 其实主要原因有两点 一个是威总打从心里就瞧不起人类 他认为人类只配跟他当打工仔 每天必须工作满八个小时 每四个月才能涨一次工资 因此即使金破天形态再怎么瞧 他还是请求喷塔沙帮他重铸肉身 最终成了变无理的骑士威 而另一方面 虽然金破天的粒子形态很酷炫 但也丢失了变形时的金属感 这也让观众们纷纷吐槽 因此导演也只能强行将想要卷土重来的金破天更换 最后再问一句 你们愿意给威震天打工吗